接下来看到永和的模范父亲张建才 他独自抚养四个女儿长大成人 对于婚姻他自嘲说爱情缺分没修好 但是对于当一个父亲来说 他绝对有自信拿一百分 笑起来有点腼腆的张建才 独自抚养四个孩子长大成人 说起这段往事 他说不知不觉当中 女儿们从学校毕业了也找到工作 接下来就是要放手让他们努力追梦 而他为人父的责任也算是完成了一半 对啊就是说他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不然就留下生活很单纯 所以给一件空间给人 我自己有那么多时间 他要关心他要注意 对于抚养四个女儿张建才有点无奈的说 爱情的学分修得不好 才会让自己的孩子跟着他过苦日子 不过为了照顾女儿 他有自信为自己打一百分 肯定了我得得肯定一百分 我自己打分数 然后悲鸣我不晓得 那为什么你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百分 对啊很累啊 就是说什么的话我都以家为重 很少 因为本身自己内向也有关系 但是家庭这样也有关系 都守着家守着他们 所以你觉得对孩子的付出 其实你觉得能够多做的 爸爸一定做得到 对对对对 我能做的 我能给他 我都给他 张建才也说 他要谢谢女儿们的贴心乖巧 不但每年帮他庆祝父亲节 而且还为他过母亲节 对他而言 已经是给身为父亲的他最大的肯定 中家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导 好